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对于三星来说,原先最赚钱的存储晶片业务,现在成了绊脚石,真的是太难了。 据路透社报道,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通膨、消费电子、市场需求疲远等众多因素的持续影响,导致存储晶片、持续供果余求、价格也是一路下跌,头部的存储晶片厂商业绩均出现了巨额的亏损。 作为全球最大的存储晶片厂商,三星半导体业务在2023年一季度和二季度巨亏之后,预计三季度仍将巨亏3至4兆韩元,拖累三星整体获利,同比继续大跌80%。 三星电子近日的初步财报显示,第三季度营业利润下降78%,从上年同期的10.85兆韩元降至2.4兆韩元,约合17.9亿美元。 原因是全球晶片供应持续过剩的影响,导致其晶片业务出现亏损。 三星晶片业务营收较上年同期下降13%至67兆韩元,其中存储晶片成为了亏损重灾区。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三星已经打算多次提高存储的报价,并且对产能进一步的控制,而相同做法的还有SK海力士等。 报道称,根据伦敦证交所19名分析师的预期,三星在2023年第三季的营业利润可能降至2.1兆韩元,约合15.6亿美元。 相较之下,三星2022年同期的营业利润为10.85兆韩元,约合81.1亿美元。 至于造成这个情况的因素,主要是由于存储晶片价格跌至低谷,且没有像市场人士预测的那样快回升,这使得三星原本最大的获利来源的半导体部门可能将单计亏损3兆至4兆韩元。 尤其,三星的减产企图稳定价格,但也冲击了规模经济,提高了记忆体的制造成本。 在需求出现之前,三星和SK海力士表示,他们将通过削减PC和手机中使用的NAND闪存晶片的产量来应对经济不确定性。 这有助于支撑DRAM和NAND的价格,表明市场可能终于出底反弹。 三星是在G4月首次宣布减产后,再度传出,三星在第三季进一步扩大减产的幅度,以减少库存,以应对记忆体过剩,所造成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产业衰退情况。 而竞争对手美光也在9月预测了将单计亏损的情况,引发了投资人的担忧。 尤其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包括手机和个人电脑制造商,近期一直在避免购买新的存储晶片,而是以消耗现有库存为主。 市场分析师表示,随着相关的存储晶片库存,目前已经逐渐趋化完毕,预计需求将在2024年初反弹。 三星现在还在寻求重新定位,以便从人们期待已久的人工智慧、AI相关科技支出热潮中受益。 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去年秋天OpenAI的ChatGPT首次亮相感到兴奋,这推动了三星的发展。 三星还试图在代工业务上迎头赶上,但该业务落后于台积电。 由于人工智慧厂商的新兴需求,台积电的季度销售额降幅低于预期。 投资者正在向科技行业最大的公司寻求迹象,了解人工智慧晶片的订单何时会转化为销售,但不断攀升的通膨和地缘动荡给预测蒙上了阴影。 三星现在正在追赶SK海力士,这两家韩国晶片制造商陷入了一场开发训练人工智慧所需工具的竞赛。 SK海力士是人工智慧晶片制造商辉达公司下一代DRAM的唯一供应商。 到2024年,具备制造高频宽记忆体HBM的能力,该存储器具有加速人工智慧训练所需的容量。 高频宽记忆体HBM在人工智慧市场中适用记忆体上的强劲需求。 目前仍是市场上的一个亮点,三星也在开发此类记忆体的迭代产品,并确保能够供获人工智慧晶片上大厂挥达。 另外,三星电子副总裁兼记忆体业务部DRAM开发主管,三中晃宣布。 三星开始向客户提供高带宽记忆体HBM3E样品,且下一代产品HBM4正在开发中,目标2025年供获。 其表示,三星还在准备开发针对高温热特性优化的非导电粘合模NCF组装技术和混合键和HCB技术,以应用于HBM4产品。 三星电子正在全力开发这些技术,包括在今年年初成立AVP先进封装业务团队,以加强尖端封装技术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各业务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 此外,三星还计划与HBM一起提供尖端定制胶钥匙封装服务,包括2.5D和3D尖端封装解决方案,展示AI和HPC时代的最佳解决方案。 其最新的的32G DDR5DRAM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已经成为可能,功耗也可以改善10%,有可能实现高达1TB的记忆体模组。 三星开发主管还透露了对象系统半导体计算功能添加到存储器的PIM存类运算产品的期望。 HBM PIM通过在DRAM内部安装数据运算功能,改善了记忆体带宽的瓶颈,在与识别等特定工作负载中实现了高达12倍的效能提升和4倍的功效提升。 另外,市场分析师预期,三星行动业务的营业利润可能将在三兆韩元上下。 三星在四季度将推出了高阶可折叠手机,在目前全球手机市场低迷情况下,或成为市场上相对亮眼的销售状况。 不过在今年一季度半导体业务巨亏之后,虽然三星宣布了对存储晶片进行进行减产,但起效却并没有那么快。 根据三星此前公布的2023年第二季财报财显示,合并营收和营业利润分别为60.01兆韩元和6700亿韩元,与2022年同期相较下降22%和95%。 与第一季相较,营业利润略有提升。 其中,半导体部门亏损从第一季4.58兆韩元缩小至4.36兆韩元。 相比之下,行动和消费电子部门表现较出色,创造了3.83兆韩元的利润。 三星显示器和哈曼部门也有较好业绩,利润分别为8400亿韩元和2500亿韩元。 因此,三星决定下半年继续削减DRAM和NAND Flash产量,以加速库存正常化。 三星、DRAM和NAND Flash更多生产调整,特别NAND Flash大幅减产,额外减产计划将于上一轮减产计划上实施。 半导体市场研究人员表示,新减产策略将导致三星记忆体产量比2022年减少最多20%。 另一家韩国存储晶片大厂SK海力士在二季度财报会议上也宣布,NAND Flash产品在减产5%至10%。 然而,尽管前景充满挑战,三星仍对记忆体市场前景表示乐观。 三星记忆体诱务部门副总裁Tim J仲表示,记忆体库存5月大高峰,之后各供应商调整后水位渐渐下降。 减少产能后,记忆体价格有可能扭转趋势并出现上涨的情况。 他还进一步指出,对HBM的成长也充满信心。 2024年,HBM需求将成长,三星准备确保产能,比2023年至少增加一倍,以满足下半年额外订单。 但论如何,三星电子公司报告连续第四个季度销售额下降,反映出整个行业下滑的严重程度,继续给这家全球最大的存储晶片制造商带来压力。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